反迫害25週年華府舉行盛大集會遊行 中共四軍艦突然闖入美國專屬經濟區 中朝關係疏遠,關鍵紀念日靜悄悄 政府倒查稅款,中國企業頻傳言爆事故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2日星期五 7月11日,美國首都華盛頓DC舉行了集會 大遊行和燭光悼念等活動 抗議25年來,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呼籲解體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 華盛頓DC法輪大法學會主席賴善圖博士對媒體說 今年是法輪功學員在華盛頓DC 舉行大型反迫害活動的第25年 只要中共的鎮壓和迫害仍然繼續 我們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就不會停止 下面請看希望之聲記者林欣從現場發力的報導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聲記者林欣 我現在身處美國首都華盛頓DC國家大草坪 我身後有幾千名來自北美的法輪功學員 他們聚集在這裡參加遊行集會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 集會邀請了美國各界政要和非政府組織人士 他們將在這裡發表聲援法輪功的演講 雷吉娜·德納奇是活動策劃人 談到活摘器官,德納奇女士說 我知道世間有邪惡 但是每當這些邪惡來到家門口的時候 你都會感到難以接受 我知道有邪惡發生 但是活摘器官則是超出想像的 我不知道人們被關入監獄 只是為了被摘取器官,這樣太卑鄙了 德納奇女士感受到了法輪大法的美好 同時表示要傳播真相 他說 我要去更多的研究法輪大法 肯定會做更多研究 我肯定會去練一練 了解法輪大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同時也讓人們知道 在中國發生了什麼 因為知道的人越多 人們就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談論他去追究迫害者的責任 紀念共產主義受害者的基金會總裁 兼執行長埃里克·帕特森博士說 帕特森博士肯談到支持法輪功士說 我認為我們不僅作為美國人 而且作為全球公民 都應該認識到信仰和實踐信仰是人的基本權利 無論作為個人、家庭還是社區 這些都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因此對我來說 捍衛每個人的這一權利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帕特森博士非常敬佩法輪功學員 長期和平反迫害的精神 我想特別對法輪功學員說 他們致力於和平反迫害和公開見證 這個讓我們深受鼓舞 我希望這個能夠持續下去 我們能夠看到成功 他們能夠自由的信仰 修煉、打坐、享受生活 並和在中國的法輪功兄弟姊妹們一起慶祝 下午1點半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 從國會山出發 由天國樂團開道 沿著憲法大道一直走到華盛頓紀念碑 法輪功學員們手中的橫幅 向民眾傳遞著善的信息 參加遊行的多位法輪功學員 曾經在中國大陸遭受嚴重的迫害 也有多位明白真相的正義人士 主動加入遊行隊伍 聲援支持法輪功學員 晚上 在國會山下國家廣場 National Hall 的大草坪上 法輪功學員手拿著蠟燭匯聚在一起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25年來 面對中共的殘酷迫害 按照真、善、忍、原則修煉的法輪功學員們 在承受巨大苦難的同時 始終以美好、和平的方式 向人們傳遞真相 呼籲正義、良知 幫助人們從謊言夢騙中清醒過來 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 你在中國大陸受到什麼迫害? 我叫戴智珍 我先生陳成勇 她在2001年 在中國被迫害致死 我女兒最後一次見到 她的父親才是9個月 她現在已經 這個迫害已經25年了 她已經長大成人了 但是這個迫害還在這裡繼續 在中國有千千萬萬的小朋友 像我女兒那樣 她在承受這種 家破人亡的痛苦 而且每一天都有人在死亡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堅持 在這裡告訴別人 到底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這場迫害通過中國領事館 延伸到海外 所以上個月 美國的法輪功保護案通過 國會通過 我想是給這些社群人的希望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一起 能夠看到這個節目的觀眾 希望你能夠和親民很有講 我想如果全民都知道 所有世界上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場迫害的話 都能夠做一些事情 比如去跟你們的議員講 親朋戚友講 同事講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節目 和這個迫害的話 我想這場迫害就會結束 不用了 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法輪大法好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原則的佛家 深深修煉功法 包括五套功法動作 去病健身後果神奇 1992年5月 由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 自長春傳出之後 講受民眾歡迎 1999年前 中共公安內部統計 法輪功學員人數達7000萬 超過了當時的中共黨員人數 並且中共政府、軍方、黨員中 很多人修煉法輪功 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 出於妒忌和恐懼 在1999年7月20日正式下令迫害法輪功 對其實施群體滅絕 據名為網不完全統計 1999年7月20日以來 已經確認5088位 有名有姓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由於中共迫害和信息封鎖 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 但法輪功從此走向世界 25年來 法輪功已經鴻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 深受各族裔人民喜愛 獲得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 各類包掌數千項 法輪功主要著作轉法輪 被翻譯成40多種文字 向全球發行 億萬民眾學練法輪功之後 身心受益 25年來 國際社會對法輪功的聲援不斷 2024年6月25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 法案要求美國制止中共國家支持的 活摘法輪功學員等量心反器官的行為 並要求美國對中國境內 參與和協調活摘器官的人實施制裁 2024年6月26日 美國國務院發布了2023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向法輪功720反迫害25週年之際 美國國會議員和往年一樣 紛紛錄製影片劃發來聲援訊 向法輪功修煉者們 針對中共暴行的和平抗爭表達支持 並表示美國有責任追究中共罪責 以上是由希望之聲記者林欣 從美國首東華盛頓DC發來的採訪報導 據美聯社報導 10日有美國官員表示 美國海岸警衛隊上的週末 在白領海逆行巡邏時 在阿留申群島北部美國專屬經濟區內 發現了幾艘中共軍艦 並實施了跟蹤監視 6日和7日 一艘美國海警巡邏艦 在阿留申群島的阿姆奇特卡水道 以北約100海里處 發現了3艘中共海軍船 而海岸警衛隊 科迪阿克航空站的直升機機組人員 在阿姆克塔海峽以北約70海里處 又發現了另一艘中共艦船 美國海岸警衛隊聲明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艘艦船 在國際水域航行 但影響美國專屬經濟區內 海岸警衛隊第17核區指揮官迪恩說 中共海軍的存在符合國際規則和規範 我們以存在應對存在 以確保美國在阿拉斯加周邊海洋環境中的利益 不受干擾 美國北方司令部和海岸警衛隊 協調監視中共船隻的行程 並派遣船隻隨同中共船隻向南航行 直到他們穿過阿留申群島進入北太平洋 中共船隻回應了美國海岸警衛隊的無線電通訊 稱其目的是進行航行自由行動 這顯然是效仿美國海軍在南海和台灣海峽的航行行動 中共將美國和其他國家 在南海或台灣海峽等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動 視為對其主權聲索的挑戰 而這並不是中共海軍艦船首次在阿拉斯加水域附近航行 2021年9月和2022年9月 中共船隊都在白領海被發現和追蹤 去年夏天 中俄海軍的11艘艦艇組成了聯合巡航編隊 駛近阿拉斯加海域 美國海軍出動4艘驅逐艦和P-8海神海上巡邏機 進行跟蹤監視 被視為強勢回應 對此 美國退役海軍上校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薩德勒表示 這一舉動具有高度挑釁性 對此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中共此舉的目的可能正在探索部隊未來可能參與戰鬥地區的運作 中共正努力成為海軍強國 影響力絕不僅僅限於南海 中共在南海建人工島礁 與菲律賓出現多次衝突 甚至要以所謂民族主義行動接管台灣等 因此 美國應該先發制人 通過盟友一起 向中共的霸權野心投射威脅的政策 以壓制中共日益增長的實力和野心並阻止戰爭 讓美國人民和有人相信美國軍事有安全的基礎 這是美國迫在微節必須馬上要做的事情 近期 朝鮮中國關係展示出疏遠跡象 在7月11日 中朝本應該是簽署兩國友好條約63週年的紀念日 但兩國官方媒體都沒有做出發聲 韓聯社等媒體指出 11日當日 本應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的週年紀念日 但北京和平壤官媒都沒有發布任何關聯報道 乃至短消息 這個反映出 中朝雙方似乎在冷處理彼此的關係 試圖保持距離 韓國方面報道結合過去消息指出 在2019年至2023年間 每逢相關紀念日 朝鮮勞動黨官方媒體《勞動新聞》 都會發布與中共政府關係有關的報道 強調中朝雙方合作有好的關鍵意義 而北京當局在過去兩年也是如此 中共官方媒體會發布與朝鮮關係有關的文章 在2021年 朝鮮方面更是以頭版報導 發布中朝領導人習近平和金正恩 互相發送核電交流的消息 然而在今年 兩國媒體都不約而同地拒絕談論雙邊關係問題 與以往的熱樂態度呈現鮮明對比 此前,朝鮮與北京將2024年定為朝中友好年 以紀念雙邊建交75週年 但實質的關係卻似乎在今年下滑 此前,俄國與北韓達成雙邊協議的做法 已經引發國際社會驚訝 相關做法被開了北京達成聯盟 似乎是在共同對中方示威表示不滿 而韓國媒體也有分析認為 朝鮮目前已經與俄國展開了軍事合作 而北京考慮到與國際的關係 為了防止美歐制裁而刻意疏遠北韓 對此,北韓也對中方感到心懷不滿 於是雙方的關係變得冷淡 希望之聲TV粵語主持人、資深記者石頭評論指出 我想與近期的北韓與俄羅斯的關係密切 導致中共妒忌有關係 可能與近期美國眾議院議長發出的信息也有關係 目前看到歐洲在這邊也是緊釘中共的一舉一動 北韓要出兵幫俄羅斯 在這些複雜的情況下 中朝這時候表現出疏遠只是給西方國家看的 歸根結底他們這些國家都有共同要摧毀美國的願景 怎樣表現都是表面的 最終還是要抱團取亂的 過一段時間他們又會熱落起來了 中共政府財政規法對全國多地展開查稅 有些企業甚至遭到到查30年 導致欠下大量稅款 有上市公司因為政府部門的查稅活動被迫關門 在不少企業為了躲避交稅宣布倒閉之後 中共當局更新規章 撤陷要求部分企業工廠即使虧損也不能倒閉破產 導致業界人心惶惶 近期中國各地多起工廠火災、研爆事件 也被懷疑是為了躲避查稅而誘快的現象 有網傳短片指出 在7月份東莞中堂鎮就發生了廠房爆炸、火焰衝天 傷亡情況不明 推主O也在X分享消息指出 在7月9日下午5點左右 福建省福清市粉乾旅業旗下的一間車體溶住工廠 在運行過程中爆炸、建築碎片飛入居民家中 事件造成至少兩死一傷 當局說事故原因正在調查 目前還未發布聲明 此外,在廣東省中山市、五金城等地也在最近發生火災和爆炸 對此有網友感談 最近有部分企業火災事故十分QK 不排除某些是由於公司 因為政府新政策無法生存 自行做出某些極端決定 也有網民認為 中國國內頻發火災和以外嚴爆事故 這些都是對中共政府治理能力的嚴重質疑 在緊急問題發生之際 中方政府無法提供救援所需的公共基礎設施 消防單位的監管也很薄弱 最終導致民眾遭受慘重損失 有X平台網民諷刺說 這是最安全國家 以喊作樂的國家 需要百姓熱烈祝學 中共國在發生事故後 又要說沒有炸死人來騙人 這樣下去,中共快完了!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警告